希伯罗3第10章第32至33节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委扑遭患难 剩了汽景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其实如果讲起关于戏的话 其实你发觉很多故事也好 小说也好 都有尋我所说的共通点 很多时候主角根本就不是名人 他们可能是一个很低微的人 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金庸其中一个最出名不下的著作 里面的主角就是一个小太监 他在一个故事当中 又不是太监领袖 也不是皇宫的领袖 也不是皇帝 也不是名人 也不是有钱人 但问题你会看到 他却将这个故事写到 很多人都羡慕这个主角的人生色彩一样 幸好原来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角色 但你真的这个角色精不精彩 不一定因为你有钱还是没钱 不一定因为你出身高还是低 不一定因为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多还是少 你有钱可以做得很精彩 但你穷困的不是等于你是绝老 你有精彩的人生不需要你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领袖 一个有钱人 又或者甚至一个出身很高的人 在乎你人生的选择 最好趣的这个角色是和戏不同 他有超自然的元素 就好像等于我一开始 我不是石安教会的主任牧师 我不是一出生就生在港台上 有个BB仔降生 在港台上 于是他就成为石安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出生的时候 教会就已经有2000人了 个个都羡慕我了 不是的 我都是好像普通人 我开始的时候 教会连一个人都没有的 由另开始的 但是你会看到原来当我们 原来要选择我们的角色做得好的话 是有超战的元素 所以我们演得好 但是你记住 如果我们演得好的话 我们永恒所给我们这个主角的酬劳 也是好 而在乎我们演这个角色 精不精彩 因为很简单的 就是如果我们讲到关于演戏 荷里活就给一个很明显的现实对比 我们知道了 连荷里活都深明这个意义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会给主角的酬劳 最高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应该不会给里面的有钱人最高 或者其他角色最高 他给主角最高 不单止 他不单止 给他一次是最高 而并且 很多 很好的戏 大卡士的戏 他们都会重复 请回这些 这样的主角去做 又为什么 那个理由很简单 他们 是因为能够将这个角色 演得很精彩 所以他们的酬劳 所以他们的酬劳 其实永恒里面也是 你演这个角色很精彩 永恒这个酬劳 哪可能会少呢 而实际上我们通常 叫这些这样的角色 我们会称为大明星 因为他们只要演任何角色 都会使得那个角色 是很入神的 很精彩的 是让人百看不厌的 我们称为这些主角 是最卖座的 不理会演什么 可能会演黑鹤王子的黑衣 或者他只演了街头流氓 怎样变成拳王 你会看到他在现实生活当中 戏里面 或者他们得的酬劳不多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们得的酬劳 就真的是天文数字 有些说真的 有一些筋肉人式的主角 他们一次戏的酬劳 是定价2000万美金的 说的是我们香港 大部分人一生都不会 洗得了的钱 他拍一部戏 就已经有这么多钱了 我想你知道 在永恒里面 更加是天文数字 因为我们说天文 根本就是属天的 而在乎李林 演空你的角色 而如果你花盡一生 就去埋怨的话 永恒你就一定不卖了 永恒里面 你真的不用只要 神给一个好的酬劳你 但无论什么光景 什么起点 但我们都可以 有一个共同的终点 共同的终点 就是我们在永恒里面 得到神的回报和奖赏 但是在乎 你在人生当中 是不是发光 是不是大明星 还是一些明星仔 是不是发烛光 如果你发烛光的话 你的报酬就一定多 而实际上 我常常在主日讯息当中 在早年都常常提及 其实在永恒里面 绝对我们教会 随时有好色人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好色人 他的奖赏 绝对是多过我的 因为可能他们 就是成为一个好的跟从者 就是这样 成为一个好的代讨者 就是这样 他做得比我更加伟大 更加出色 而并且他拥有资源 比我更加少 但是付出的更加 比我更加精彩 我们不用怨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一场戏 所以你会看到 那套戏当中 无论那套戏拍多长 人们不会在角色当中 当这个是他们一生的酬劳 里面无论是有钱的 那些钱都不能带走 无论里面用的什么车 什么车都不能带走 无论里面带鑽石戒指 当然鑽石戒指 一定是假的 更加又不能带走 如果想不想知道 一样在人生当中 有什么可以带走 没有电影可以带走 没有电影是属于你的 那个只是暂时交给你 看你演这个角色 演得精不精彩 当然不是说 你是有钱人 就一定演得不精彩 因为实际上 都有小部分的戏 是拍一些有钱人 他们怎么去 那个很有人生色彩的剧情 但我带出这点 最主要给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我的信仰里面 不应该对人生 有任何怨气 因为人生是短暂 这个就算连我帮人 都会告诉你 人生是短暂 有限的 人是会死的 而死了之后 任何东西都不会带走 但我们比他们更加多 就是人生其实是一场戏 而我们永恒的掌赏 就是掌赏我们人生当中 这一场戏 我们究竟有没有做主角 而这个主角 我们是否做得出色 比身边的人更加出色 比你的有钱老朋友 比你羡慕的这些领袖 你做得更加出色 希伯署第十章 第三十二至三十三节 你们要追念旺人 忘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委屈 遭患乱成了戏境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我心愿活到最终 也是奉神 要尽力尽我气息 每刻认真 竭力尋求主终者 尚最着熟听的证人 努力前行 深欢迎 见恶魂 愿这心 充满赞美 直言直 建立旁人 让我心 满在真理 教训 我是悟 明不悔心 心已盼 上帝法证 我活着 一生遂说上帝人 我活着 一生遂说上帝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活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